各位维心闲事及各位死亡善知识 孩子的卧室千奇百怪 这都是父母给予的 有的是装潢设计师 奇形怪状的怪思想 而设计出来 让孩子心静沉默 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 带着他的孙子来到仙佛寺 求亡产老祖为他消灾解饿 我说你孩子没有灾也没有饿 那为什么孩子晚上睡觉都常常大喊 大声小声 弄成父母 还有阿公阿嬷 紧张得很 因为家里有魔鬼 有阴邪阴煞 而且孩子他在睡的时候 常常常进入梦乡进入隧道里面 进入黑洞里面 爬不出来 一爬不出来就寒 这个怪现象已经两三年了 那我想这一定有家庭的装潢有问题 我就问这一位阿公 那你孩子 孙子的卧室 天花板 是怎么样的 他这个阿公 三年前 他儿子 请了设计师 特别为他设计的 用暗色 很暗的颜色 天花板暗的颜色 那住了之后 孩子常常做梦 就因为我们小孩子睡着 眼睛看了天花板的 黑色的 暗色的 那进入脑海意识里面 一旦睡着了 就会感觉 不知不觉 进到隧道 进入黑洞 爬不出来 就大声小声的喊 这个是 常常发生的 这集市 换了洪水学大计 换了洪水学大计 孩子的卧室 天花板 颜色 映影乳白 为家 暗色 为胸 阿们姓 暗得色 为胸 现在 时代在变 年轻人 对于孩子的卧室 设计 都特别喜欢用什么颜色 也什么颜色 奇形怪状的颜色 多得不得了 千变万化 难怪 现在的孩子 他们的思想 奇形怪状 百态 都会发生 这个局势 风水学的奥秘 我们 各位 时光 散知识 各位 微信 闲事 同修 你们到人家 帮忙看房子的时候 孩子的房间 你要进去看 看 他的天花板 天花板 颜色太暗的话 鼓励他 把他改掉 这样会比较平安 否则的话 你 再怎么样的 宝色 宝蓝色 那也是 会影响到 小孩子 心 和精神 谁 震情 他的 还有 这样 灯 作词